核桃派最大的课点应该就是料足 当你看到大把大把的核桃仁 撒落在派皮之上的时候 已经足够引诱你的味蕾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咬下一口 那一半是酥脆 一半是醇厚的感觉 更加是人间最大的美味享受了 真的不用我再多说了 哪怕是在夏天 你也无法抵挡对这款核桃派的热爱 曹老师还有教给大家做一个果仁派 这个果仁派今天选的是什么 我还是选的美式的核桃派 用核桃 今天就先做个核桃派 派先要炒一下馅 好 接下来咱们先来炒馅 直接先加这个 先加淀粉糖浆 我们也叫它玉米糖浆 如果家里买不到的话 你可以用蜂蜜 来代替 直接加红糖 如果红糖有颗粒的话 先用擀面酱擀一下 擀碎 对擀碎 好的 黄油 还有黄油 放进来 其实就是把这个糖要融化一下 把油融化开 就可以了 是 尤其是蜂蜜 我们在制作产品的时候 不要过分的加热 融开就可以 是 它们无论是从健康方面的 一个搭配组合 还是在口感口味上的提升 相信都是一种 相得益彰的感觉 彼此混合在一起 现在从外观上来看的话 就特别是像巧克力姜 那种感觉 你说的太像 颜色像 太像 像一个糖浆 我先特别好奇 待会儿这个做的时候 这个糖浆是 糖浆会流出来对吗 对呀 我在想它会不会 因为它的性状太流动了 因为还有鸡蛋 关键在这 鸡蛋就能够凝固 能够给它锁住 黄油在冰箱冷藏以后 也有凝固的作用 这个糖浆的熬到 你看很光很亮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温度不是很高 然后可以拿下来加鸡蛋 拿下来之后加鸡蛋 一边搅着 放进来搅均匀就可以 一个一个加 会把就是打开的鸡蛋内部 把鸡蛋调均匀就可以 这个均匀的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先看到 就打均就可以 这个要搅一搅 搅一搅 原来鸡蛋不容易打开 是的 先想刚才这个整个的 我们准备的这个姜 是非常粘稠的 有流动性的 然后这个鸡蛋 生的鸡蛋蛋液 也是这种形状的 但两者融合在一块 这个感觉特别的奇妙了 融在了一起 对啊 你看特别奇妙的感觉 嗯 你只要打到融合 我看看鸡蛋均匀就可以了 鸡蛋均匀就可以了 不用说过分的去打它 对对 最后呢 我们还要把核桃放进来 哦 这个的话你就要加核桃 对 加核桃啊 嗯 好 全部加入 再搅一下 啊 这样理解的话 我们的核桃上面就会裹上 这种黏黏的啊 刚才用调制出来这种味道 对 那现在这个 搅起来看一下 你看 啊 嗯 哇 真的是这种状态了啊 现在没有食欲 对吧 对 现在因为它的流动性太强了 烤好之后呢 就非常好的 对 会凝固 对 凝固起来 好 那这个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黄油呢 你看 非常柔软啊 非常柔软 应该叫做自然软化 自然软化 不要太硬 是 如果确认它没有颗粒呢 我们就可以加上糖 嗯 加上糖 面粉 哦 面粉呢 一定是低筋面粉 哦 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 对 加上 稍微留下一点点啊 做薄面 哦 它得留一点 这是这个 七点师傅常规的手法 留下一点点 嗯 就是糖面 干货 对 干货 干货的话呢 这个面不容易上 上筋啊 我们说它的面筋是不工作的 哦 如果量大的话 可以双手去搓 哦 这个方法很简单 其实用手搓 效果是最好的啊 我可以用手搓一搓 那咱就哎 用手搓相对而言 在家里也会比较好操作一些 是吗 对 可以说 正好教给大家来做 您可以教给大家一些小窍门啊 水性的物质呢 要最后放 其实现在你怎么捏都没关系 哦 没有问题 因为它不能形成面筋 它没水 嗯 对吧 现在半均匀以后呢 我们再加鸡蛋 哦 这个时候还是散的状态啊 现在把鸡蛋放进来 哦 这个时候呢 这个面团就会产生 粘度 哦 精细的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一般的要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可以 要做成一个面团 哦 就护生团了最后 护生团 嗯 葛事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操作 步骤 大家在家里做的话 有哪些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呃 一定是这样 从上下下压 哦 看一下 这个手法 您再演示一下 从上 哦 翻下来压 对 压下来 嗯 不要去揉面 哦 切记不然揉 压一压就可以 是 那假如说如果揉了的话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不好的效果 呃 揉的话呢 就容易上筋 哎呦 那就是不是我 因为面筋呢 它就 嗯 粘连在一起啊 这个面呢 就会变硬 是 吃起来呢 比较 应该说比较 嗯 不太疏松啊 现在呢 这个面团 你看很粘 是 粘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剩下的这个薄面呢 就可以 放进来啊 哦 加点 对 全部放进去吗 对 按比例走的话 全部放进来 后期加这个呢 其实就是为了 清理方便 嗯 其实在家里做苹果派 是最简单的 啊 好操作一些啊 这个面团呢 可以反复的使用 嗯 现在这个面团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它的标准是什么 啊 它的标准 你看 基本成型 啊 不要把它揉得很细腻 嗯 很粗糙 就看起来粗糙一些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面呢 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嗯 它不能成型 现在 不能做东西 是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面呢 要动一下啊 动一下黄油就有粘性了 拿保鲜膜 这个时候在家里 可以找出来保鲜膜 然后把刚刚揉好的这个面团 粗糙一些的面团 动多久 至少要半个小时的 最少半个小时 对 这样才好用 因为这么一块面不能动透 是的 好 现在去冻上 接下来呢 咱们做这个面底啊 做的方法呢 还是当开 也很简单 很简单 打一块面啊 压开 擀一擀 擀制一下 现在这个 这个牌的这个模具呢 比较有难度了 好 先做一个 压上来 这跟苹果派的这个窝法 基本是类似 基本类似 窝进去 我们要求这个面一定要 动好 让它凝固 有粘性 有粘性 现在再整理 把边也是捏一下 捏一下 整理 静置一下 好看一点 这个在家里做的时候 也要注意 跟苹果派的手法 是一样的 我现在用一个拇指做 因为这个模具比较小 打着圈 然后来捏 找找这个巧劲 压实 一定要压实 大伯 你看这个面壳 已经捏好了 看一看 正这样子的 边缘稍微的突出一点 一点就可以 一点点 但是粘合度很好 这是要求 粘合度 好 那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把 刚刚做好的馅料 加进去了 要灌进去了 我们先分 比较浓的 再灌这 先分这个 好 这个在加馅料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见识一下的朋友 也可以在家里 我们泡到酒 最多九成满就可以了 不要太满 不要太满 这个核桃 这个不要太大 然后要切着这个 块儿 稍微小一点 对 你看很绵 嗯 因为鸡蛋 做完了 曹老师 已经把刚刚我们准备好了 这个可以算是这个带汤汁的馅料 加入到了这个我们的胚里 接下来还是烤制 烤制多久 什么温度 跟我们说一下 啊 那个烹烤温度呢 180摄氏度 30分钟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就入烤炉 我们这个就烤好了 色泽诱人啊 而且表面还有爆裂的感觉 哎呦 很饱满 特别好 这个说明非常成功了 嗯 现在核桃派已经放凉了 可以来脱模了 怎么来脱呢 这个脱模呢 非常简单啊 你肯定猜不到的 你看 因为它是个面壳 嗯 在还有点余温的时候最好啊 就拿住 一翻就可以 哦 这个是这么灵的 就这么简单啊 哦 它不会粘连啊 不会的 这是我们今天 叫大家做的核桃派 大师教给我们怎么来做 相信电视机前面 您一定是学会了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 更多烘焙食谱的话 赶紧扫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烘焙来了 微信官方公众平台 更多的烘焙信息 交给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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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顧你 照顧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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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